主持天后小S因为骑脚踏车摔倒 向照牌节目康熙来了告假一个月在家疗伤 期间由大S阿雅后祝杰等人代班上阵 现在小S终于复原归队 合体和蔡康勇重回荧光幕 只是再次踏进摄影棚 录制的主题竟然是出游拜信而归 让小S气得跳脚直说 这不是白鸣在讽刺我吗 脚踏车哦 他就是没人性 他也不是这样子 他就是停下来然后你就没办法 你只好就飞出去 而且飞的途中你也没有任何的时间 多想说我要以什么姿势着地 你就只 然后我想说一定要看旁边的人反应怎么样 才知道自己多严重 然后我老公就这样转过来 他就说 细数受伤的过程就是要向外界澄清并非家暴 不过蔡康勇却在一旁搭枪 他听到的版本是打完后再搬去河滨公园拍照 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至于粉丝关心的伤势问题 小S透露世界有防晒 以及勤擦除霸凝胶 所以复原情况良好没有留下疤痕 不过当时出院返家后 他的小女儿竟然吓得认不出来 小S只好不断安抚 他还是原来那个爱女儿的妈妈 YES威乐讯判中心 特别报导